未來呢 因為有八大委員會 內政 財政 文教 交通 未還 經濟 外交 國防 司法 法治 八大委員會 所有的議案 程序委員會一讀完後 就要進入到各委員會去討論細項 在各委員會討論細項的時候 從招委的排案 到後面的各大討論 那個東西就叫做象站 叫做漏搏站 叫做歌喉站 所以各委員會到底會怎麼安排呢 就非常非常有學問了 目前的幾個 這是民進黨的部分 比較大家會關注的 外交國防是王定宇 陳冠廷 沈柏陽 還有一些比較熱門的交通 可能是這些人 包括蔡其昌 林俊憲等人 可是有趣的事情是 民進黨的排兵部陣在這邊 國民黨的排兵部陣是什麼呢 有趣的 戰斧飛彈出手橋 傅昆奇 羅茲祥等六欄委 排進司法法治委員會惹議 為什麼惹議呢 原因很簡單喔 傅昆奇自己就有案子的嘛 你自己有案子的 他去司法法治委員會可以嗎 但是傅昆奇說沒關係 我雖然重感冒 吃了感冒要太多搞不清楚狀況 可是我請出我的倚天見 叫做徐巧姓 還有徐蘇機長有許多位 等共識營的時候正式發布 可是另外傳徐巧姓要接徐蘇機長 所以憶恩知道未來你們國民黨在各委員會的排兵部陣到底是怎樣 我知道說現在是要把重兵放到司法委員會去啦 為什麼 因為我舉個例子喔 比如像羅志強 羅志強他實際上第一志願是要進到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那教育文化委員會在我們黨團其實不是算是最熱門的委員會 所以他要進來理論他是可以進來 可是傅昆奇特別把他協調去司法委員會 為什麼啊 因為這一次就是譬如說 我們想要推的一些司法改革或者是國會改革 這些都是跟司法委員會有關 他有這麼重要嗎 可能就是要推一些東西吧 就是要強調這個東西 因為民進黨也沒要特別反對這種事啊 為了凸顯我們的決心啦 這個黨的這個是總召的安排啦 那我反而覺得說我們在外交國防委員會 感覺是比較有點棄手 所以我覺得蠻奇怪 我以為你們重兵會押外交國防 因為其實今天早上最新的就是委員會人數的協調已經出來了 因為你知道每個委員會實際上他是13到15個委員 那到底是13 14還是15是黨團協商 那像教育就是15個 那外交國防委員會好像是好像13個 那13個裡面我們的人進去其實還包括韓國瑜跟江啟成 那韓國瑜加進程在國防外交委員會等於是沒有用 不能投票啊 不能投票也不會去開會 也不會去開會 那民進黨就會在外交國防委員會佔優勢 好在是他們對外交國防也沒什麼興趣 所以現在也只有三個人 王定宇 陳冠廷跟沈柏陽 對 所以未來外交國防委員會就會變成 就不會變成說很很很競爭啦 那我們是許曉星去了啦 所以雖然我們人數少啦 但是那邊還是會非常熱鬧 還是會非常熱鬧 只是說我記得我在選前的時候我就跟你討論過 我是說國防委員會變成說在現立法院會很難發揮 為什麼 因為你不太能夠去刪那個國防部的預算 你只要凍結叫他過來討論 就很容易被扣帽子說你是不是黨預算 所以在操作上要很小心 不然就很容易被扣帽子 那其他的委員會像交通 這都超熱門的啦 交通這個就是因為預算非常多 而且跟選區經營很有幫助 因為很多選區都需要交通建設 所以一直是屬於大熱門 這個就要抽籤 那我們黨團的話也是非常多人想要進交通 那怎麼決定怎麼抽呢 我們是有 民進黨可能也是啦 我們是有一個積分制啦 你坐得越久 或者是你在哪個委員會越多的話 你就是越有機會進去 那像不分區的話是最後的 像你只有坐一屆不分區 然後你是比我們區域還要後面 所以你只要到時候我們名單出來 你只要看說哪一個委員會不分區很多 就知道是那個比較不熱門的 喔 對 在我們這邊是這樣啦 難怪把林祖銀跟審發會放在李昆城後面 我是說在我們是這樣啦 那每個黨團有不一樣的積分的做法啦 那其他像是經濟委員會 一般是中南部的委員會比較想要去 因為經濟委員它裡面有農業部 然後中南部比較多農民啦 所以它中南部的委員就會比較想要去經濟委員會 對 那大致上我覺得還是會根據你選區的需求來決定 那像我是想要進教育的原因 第一個我是教育博士嘛 第二個是我選前有承諾說我會針對一些教育議題做一些推動 例如像課綱我就會去碰啦 哎唷 對對對 現在我要承諾 對對對 還有校園安全 要反兵相接喔 沒有我覺得可以拿出來討論 但是課綱還是要尊重那些學 就是課綱委員會的學者 可是我跟一些教科書的業者聊過天 他們說現在課綱連他們要編教科書有有點困難 我是覺得還是可以從一些爭議性比較小的去著手 那另外就是最近不是有一個新聞嗎 說有小朋友他一天小學生他一天只睡六個小時 氣內麻什麼的啊 對我覺得其實他不見得是一個個案喔 因為現在小學生真的是有的時候壓力真的蠻大 你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小朋友 他的那個書包背出去啊 我跟你說可以做舉重訓練 那書包都是超重的 沒錯 就有一些議題我覺得我在第一個會期 我會這個來推動 來證明一下教育博士不是念假的 這是我認識葉仁茲四年以來 第一次聽他講話背後有在發光 好不好 唉唷 不可以講到教育人就不一樣 那我想問阿川 人家以天見都出來的許巧心嘛對不對 那未來民進黨的排兵部再要怎麼排呢 這個不知道什麼問題啦 因為劉煥宜裡面是這樣啦 你說這個委員會這是第一階段 這已經兩禮拜前的資料了啦 對 現在有沒有新的幫我們安排一下 這兩禮拜前的啦 那些什麼 自由時報太落後 你現在排這個順序 像吳七民那就是分數最高啦 越高的排越頭前啦 我們這個牌子是有積分的啦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喔 譬如說這個山長啦 像莊瑞雄啦 莊瑞雄這就別說 你就回來司法法治就對了 我管你幾分啦 因為你是幹部嘛 吳思瑤 吳思瑤長期在教育文化 不好意思吳思瑤你是這一次的這個 幹事長還是蘇記長嘛三長 你三長拿出來來來來來 你也是到可能到司法法治 就是這樣啦 柯總召也可能是這裡啦 對 好 那接下來就是一些部分區啦 個別的區域立委當然區域立委 他們有跟他們的堅持 這個都動不了 這個很難 因為他們分數比較高 那就不分區 不分區就可以調整了 譬如說這個經濟的中嘉賓 經濟的蔡逸宇 好這個就有機會 這個調整 為什麼因為他們兩個算 算比較彈性 因為蔡逸宇也讀法學啊 那中嘉賓也是可以調整的嘛 你說像蔚環的王正旭 王正旭是宜星啊 一定要讓他去的啊 你不叫他去外販 你要叫他去堆啦 你要叫他去研究飛彈了 像林月勤 這個兒童交通安全的嘛 他當然也是這裡 這個社府的體系嘛 那像洪生安 洪生安就有可能會啦 洪生安不是怕外販而已嘛 所以洪生安 他就是說要去國防外交 他就被拉走了嘛 所以當時在討論 有一些例如說張亞霖 張亞霖就是兒童特色公園嘛 他當然在教育文化嘛 就是說民進黨的部分區有一些 他專業非常明顯的 不管他分數再怎麼低 他就是要進去那個委員會 你怎麼不可以移行 沒有去未完委員會嘛 大概是這個邏輯 很少有人像國民黨吳思懷 不讓他進國防外交的 對 他們這就是純粹逼文書的啦 但是這樣子弄下來的這個結果 至少民進黨要確保 每一個委員會最少六個 因為六八四十八 然後有三個委員會有七個人 那這裡都已經協商完畢了啦 民進黨都協商完畢 所以這個名單是比較 比較all school的 這是第一輪意願登記啦 第一輪意願登記 所以這個都會再進行調整 那為什麼每一個委員會要六個 很簡單啊 委員會要選邏輯啊 你如果是司法法制領 邏輯兩個都國民黨 對 所以他一定要顧好 至少保留一席邏輯嘛 對 那第二個就是說 當然也要壓制這個民眾黨嘛 因為國民黨有跟你們民眾黨合了 對 所以就說弄起來之後 不可以讓國民黨加民眾黨 比民進黨多嘛 所以民進黨一定要 第二個就是這裡頭每一層 都有人要固定啦 顧場啦 對 顧場就是說 比如說這個財政委員會 比如說林楚音就留 現在就是好像留在財政委員會 林楚音因為 上一屆都在財政委員會 他只要財政委員會 立委在比什麼樣 所以呢他就要顧場啦 要頂場就對了 對 因為算說 他要有去顧這項 比如說教育文化什麼人要顧 比如說泛雲要顧 比如說交通委員會誰要顧 這個每一個委員會都有安排一個 他就是要顧到桌子那裡 是 有緊急狀況要漏人 漏人 漏人 快點快出事了 他們要表決了 這單純幹部就要掛掉 對 所以不是單純要個別委員的意願 不是說越言之教育文化 你就一定要去教育文化 越言之你對他教育文化 別人都不會行 也不是啊 哪有可能這個人 別人都不會行 怕他們教育文化 其他沒有我都要跟你順贏 不可能 這個就是 但是民進黨是這樣 幹部 幹部就沒得選 對 那部分區很明顯的專長 就讓他進去 但是區域裡的區域裡的都全能的 你像越言之去的衛法也沒問題 越言之研究飛彈也很會說的 潛艦像節目也抓到整個頭 勝負是真的 越言之說潛艦說得多厲害 我保證越言之比馬文君專業 越言之你知道財政 金廣位他也很厲害 銀行什麼一大堆都會行 區域算出來都沒什麼問題 所以 越言之我要講不對嗎 你只會教育嗎 那天我還跟你討論區間測速 對嘛 他又交通他也會行 交通祭典其實沒有檢討 你這個有點明包暗扁 沒有國民黨立法院黨 越言之可以隨便你們調 因為他這算專業 可以上政論節目的立委都專業 對啦 各個專業都會行 所以越言之可以放棄 不用去教育文化 好 你怎麼會話說 我不會lean過 我不會成功 一致 你怎麼了